黄之锋想卖内地口罩支援医护罢工 结果 祖图 疫情当前 口罩成了珍贵的战略物资 但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却借机搞事 2月11日 该组织头目黄之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其从美国采购了10万个口罩 部分交给贩报派区议员协助有需要人士 其余在众志网点销售 图源 社交媒体据香港文汇报13日报道 香港众志一开始在社交媒体预告称 12日晚8点在网站开售口罩 虽未同一款口罩 但售价分为三种 分别是98元由香港众志补贴运费 128元购买者自己出运费 258元该价格包含捐款 款项会拨入一个所谓的武汉肺炎 因为新冠肺炎 防疫抗争基金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基金 实则是此前煽动医护罢工的医管局员工阵线成立的 可尴尬的是 11日下午4点半左右 香港众志又在社交媒体上说 网站崩了 正在抢修 图元社交媒体到了12日下午 网售开始前不久 香港众志表示 其启用了新设的后备购买页面 但由于新网页的技术问题 无法设三个价格 于是只设了一个价格98元 因此 香港众志表示 这次售卖口罩不能为医管局员工阵线筹款了 尽管如此 香港众志还是在贴文中多次提及医管局员工阵线表达支持 在此前的贴文中 也多次对毫无医德的医护罢工表示支持 此外 大公报13日的报道指出 购买者需要向香港众志提供身份证 姓名 邮箱等个人资料 有收集选民资料之嫌 报道还认为 这批口罩中的一部分分给泛报派区议员 企图借防疫收买人心 而究竟多少口罩出售多少口罩供派发 都没有证据证明 只靠香港众志自行演绎 文会网13日报道援引一位建制派人士的话说 社会各界千辛万苦购买口罩 派送基层市民或年长者 以解燃眉之急 出发点是救人抗议 但众志卖的是政治口罩 替早前搞罢工的医管局员工阵线敛财 支持罢工搞手给香港天烦天乱 众志卖口罩救人还是骇人 大家心知肚明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黄之锋和香港众志一直在宣传称 这些口罩是千辛万苦从美国搞来的 并强调购买和运输有多么不容易 还感谢了不少帮忙的美国组织 不过 香港众志自己也在社交媒体上承认 口罩尽管来自美国公司 但却是中国内地产的 《大公报》表示 这全球超过一半的口罩源自中国内地 美国自己生产的口罩已经很少 从海外买到国产货再正常不过 可是港独分子呢 曾叫嚣抵制内地产品 比如罢买淘宝 见黄色经济圈等 到头来还是躲不过国货 《大公报》